哈喽,小朋友们,你们好啊 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 哲尔兔瑞奇和他的朋友们 到底他和他的朋友们会玩什么有趣的游戏呢? 让我们来看故事,了解一下吧 哲尔兔瑞奇和他的朋友们 夏天即将结束 叶子慢慢落下了 太阳下山的时候也越来越早了 傍晚,像往常一样 哲尔兔瑞奇到游乐场和朋友们一起玩游戏 小伙伴们成群结队的 从四面八方赶到游乐场 一起玩游戏 瑞奇也想加入 白色的兔子正在玩胡萝卜游戏 瑞奇最擅长这个游戏了 就算他单脚站立 胡萝卜也不会从头顶掉下去 灰色的兔子和瑞奇玩起了飞行游戏 准备好了 他笑着说 起飞吧 兔子跳是棕色兔子的拿手好戏 瑞奇跳来跳去 他觉得做游戏好累呀 瑞奇和黑色的兔子一起玩 大家依次搭着肩膀组成了一列兔子火车 今晚瑞奇当上了火车 第二天 小兔子再次来到森林里的游乐场 聚在一起玩游戏 小花兔孤零零的站在一旁观望 他想和大家一起玩 但他不敢 他才搬来这里 并不认识那些白色的 灰色的 棕色的 和黑色的小兔子 瑞奇看见了那一只 独自站在树下的小花兔 他朝着这只兔子走去 我是哲尔兔瑞奇 你叫什么名字呀 怕生的小兔子有些腼腆 小声的说 我叫帕姆 瑞奇说 过来和我们一起玩呗 但我不认识你们 我也不会玩游戏 瑞奇微笑着说 没关系的 我慢慢教你 瑞奇先做起了示范 教小花兔玩胡萝卜游戏 他把一根胡萝卜放在头上 然后向前走 帕姆非常惊讶 张大嘴巴 不知道说什么 然后帕姆开始自己尝试 对吧 我跟你说过 这游戏一点都不难 瑞奇笑着说 帕姆 帕姆突然说 我经常玩翻金斗游戏 瑞奇问道 翻金斗 那是什么游戏 嗯 这个游戏需要手脚并用 连续翻转三圈后 挺直身体 保持平衡 翻金斗 会让你感到眩晕 容易站不稳 瑞奇哈哈大笑 原来翻金斗这么有趣 其他小兔子 听到瑞奇的笑声之后 都凑了过来 瑞奇向朋友们介绍 自己的新朋友 说他是帕姆 帕姆 高个子兔子 边笑边说 这个名字和兔宝宝很相似呢 除了瑞奇和帕姆 大家瞬间捧腹大笑起来 他们尖叫着兔宝宝 瑞奇的新朋友是只兔宝宝 大家别开玩笑了 瑞奇大声喊道 帕姆 知道一个非常有趣的游戏 哦 是吗 那是什么游戏 大家一口同声的说 呼萝卜 飞越火车后 翻金斗 瑞奇临时 编了一个游戏的名字 还有兔子家族 闻所未闻的游戏 但是 听起来很酷 瑞奇 你给大家解释吧 大家都很好奇 这个游戏怎么玩 好呀 首先 我们把一根胡萝卜 放在头顶 接着 玩兔子飞人的游戏 然后 我们排成一列火车 兔子飞人 需要在转弯的地方 被甩出去 甩下来的兔子 要连续做三个 翻金斗 最有趣的地方 在于 翻金斗 而且 最后不许摇晃身体 要一动不动的站在原地 所有 白色的 灰色的 棕色的 和黑色的兔子 都高兴得不得了 瑞奇说的对 这个游戏 真是太酷了 我们之前 从来没有玩过 好了 今天的故事 讲完了 最后 哲耳兔和他的朋友们 玩上了自创的小游戏 小朋友们 你们最爱玩的游戏 是什么呀